顺德要来 别让他来 北渊不会怕 更不会亡在他手上 常义用心头血重伤先师后 顺德先师竟因爱生恨 对先师起了杀心 趁着先师最虚弱的时候 稀释先师所有的法力 彻头彻底侧成为朱燕的替身 成为人人喊打的大魔头 得到先师的法力后 一跃成为世间上法力最高强的天仙 由于被朱燕附身 顺德最后也没有自己神识 最后还成为一个没有实体的黑物 由此世间上就没有顺德先机 而是大魔头朱燕 还打着先师的旗号 为天下人伴丧的邪恶思想 一步一步地攻打北渊 而此时的纪云和与常义 刚大婚还没有一天的恩爱日子 常义的身体就要遭到冰封 顺德还带着傀儡大军攻打北渊 最终大结局 常义假死射局引诱大魔头朱燕 以为北渊已经没有强者 而纪云和则带领北渊众人抗敌 怎料顺德先机彻底黑化 被先师与常义直接困在十方阵后 露出大魔头的真面目 画面太可怕 终究邪不能压正 顺德与朱燕终究是灰飞烟灭 对此喜欢这样的大结局吗 欢迎留言评论